刚刚从武汉旅游回来,经历了很多事情,不吹也不黑,说几句肺腑之言吧 武汉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首先在这里提一个问题啊 我现在在武汉的长江边 你说那么多靠江的城市,重庆,还有江苏,浙江 那么多地方为什么只有武汉叫做江城呢 那这到底有什么历史缘由呢 朋友们你们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答案吗 这里是武汉的轮渡码头 来武汉旅游必打卡的一个地方 这里是武汉的超大的观景台 武汉的武昌江汤 位于黄鹤楼的脚下 还有后面是长江大桥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江面上的床子并不是很繁忙 然后这边有很多码头 最左边是可以直接到对面的汉政街 极架水码头 然后中间是可以到对面去 那边是秦川阁码头 然后那边是武汉光码头 可以直接到武汉的江汉路去 来武汉做轮渡啊 千万要记得只做这个一块六的就可以了 当然你有钱的话想往上看夜景的话 从长江大桥底下经过 就必须要去做那个游轮了 那个游轮很便宜的 记得在网上团购一下 然后不要说什么找路人买呀 什么之类的以免有些票不能用 虽然说但是不会有人做这样的事 我们还是以防万一嘛 然后给大家提个醒嘛 如果来武汉旅游啊 必做这个轮渡的 你看这个下面长江水下去的很深 说实话 呃我国有两个较大的城市 大家知道是哪两个吗 我跟大家说一下 其中包含一个大武汉 还有一个是哪里呢 欢迎评论去留言 眼前就是武汉的长江大桥吧 来这里呢 旅游啊打卡一定要去桥上面走一走 在那上面你会看到两江四岸的夜景 真的是美轮美奂 无论白天晚上 对面的是武汉的一个电视塔 跟上海的东方明珠很像 虽然这个只有200多米 东方明珠400多米 但是呢 东方明珠是沿用了这个技术 学过去的啊 桥底下有一艘万吨货轮经过 真的是太壮观了 说实话来武汉旅游之后 我才发现武汉的消费真的很便宜啊 他既有北上广深的繁华 又没有北上广深那么大的生活压力 这边的房价 交通 饮食 住宿 各方面 都是非常的亲民的 而且 很多人都担心来武汉之后啊 会被当地人骂什么之类的 因为网上面都说武汉人脾气大不好 然后容易骂人 其实我告诉你 这就江湖气息比较厚而已罢了 因为它是一个靠江的城市 就江湖气息比较浓厚 说话的话就是底气足 有韵律 然后就感觉像猴里一样的 它只闪门大而已 武汉人是非常热情友好的 到这边呢 见证了很多的高楼大厦 游历了很多的无人地铁 你看这边呢 就是介绍的 轮渡啊 去往哪里的 总共有四条路线啊 大家记得别做错了 如果不会的话 记得直接问这边路人就行了 武汉人是非常友好热情的 来到武汉这趟旅行 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满足 欣赏到了不一样的风光 我就是说在武汉这边 玩了几年之后我发现 武汉这边好多景区啊 除了一些比较知名的 要门票以外 其他都是免费的 来武汉可以说是 基本上除了吃和住 要花点钱 交通啊 然后景点呢 都是免费的 做这个轮渡才只要一块六 你说全国哪个城市 能比得上武汉这么便宜的一个旅游费用